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 如何拆裝保養電風扇 還沒訂閱的朋友 請到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囉 工具材料如下 一支十字螺絲起子 還有一瓶鋼 搬乾淨的機油 首先 要拆點風扇夜扇 它下面有個扣環 往下壓一下 會有一個咖的聲音 往下推做起來 再來順時針轉 夜扇輕輕往外拉 再來就是那一環 你時針慢慢轉 夜網就直接拆起來了 剛拆的東西 拿去水洗乾淨就好 最難的就是裡面的軸心 裡面的油會乾掉 乾掉我們要幫它補一點油 要拆這個機構 要拆這個機構 後面有科洛斯級旋鈕 這個旋鈕很簡單 只要往上拔 再來就是螺絲起子 插上去逆時針轉就起來了 油乾掉 油乾掉都在裡面 所以要拆掉 記得這顆旋轉頭要先壓下去 之後再去拆一下螺絲 之後再去拆一下螺絲 拆這四顆螺絲 再拆一下 兩顆螺絲 再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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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乾淨 今天被拆一下 再拆一下 油乾淨 然後再拆一下 再拆一下 接下来动作很重要 要慢慢的拉开 这个就是它的轴心 我们上一点油 电风的动作原理 就是用线圈跟电 产生磁场而旋转 大部分电风扇不会转 八成都是这里面干掉了 但有小部分是启动电容故障 所以我们就先上一点油 一两滴就可以 轴心有脏污拿纸擦干净 将臭的油擦掉 然后再上一点心油 轴心在上一点油 一點油 再上一點油 順了之後就把它裝回去 再來一順序裝回去 剛剛最後拆這4顆 這4顆鎖的時候有一個技巧 千萬不要一口氣鎖到底 機構會偏斜斜的 風扇就會轉的不順 記得在鎖這4根螺絲時 這個軸要用手去轉順的 橫順橫順的 如果很近 代表這4根螺絲沒有鎖好 鎖鎖要四方邊敲一下 讓它順 它有一點公拆 鎖鎖 鎖這個不要急 鎖鎖大部分 鎖鎖塊 鎖鎖很 Kirill 再来锁刚刚齿轮这边 导致做回去 再来就是放盖子 盖子有个螺丝对砖锁紧 刚刚头发掉的旋转头压回去就好 前面的铁网放上去 上面两个孔对铁网的口 顺时针锁圈圈 再来放电风扇 盖子逆时针锁紧 装的时候是逆时针 再来外盖扣上去 边边压一下 下面有个扣换压一下 会开一声就好咯 擦电视看看 谢谢大家收看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右下角按下订阅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